欢迎来到女明星新闻渠道,点击订阅频道,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 近期热播剧《谁是凶手》受到一致好评,究竟谁是凶手呢? 谁是犯人因强大的演员阵容,题材优势,物剧场名声大噪而备受瞩目,也是最近热映的剧中最火爆的作品。 即使是黄轩,王一博主演的风起洛阳也不是这部新作的对手。 悬念的优势依然十分明显,当然这和剧作前期营造的悬念氛围也是密不可分的。 事件真相尚不清楚,犯人是谁还不清楚。 虽然有不少人值得怀疑,但我不能确信他们就是连环杀人案的犯人。 电视剧很有张力,很能吸引人,直接说明了谁是凶手这部剧的成功, 但是剧能发挥如此出色的表演,也和演员的演技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。 但是,在这部剧中,所有人的演技都被清除,只有他输了。 实力派演员没有辜负期待,高露一时登场依然令人惊讶。 赵丽颖作为人弃顶极流,习惯古装爱情剧后是悬疑剧,不可避免地成为关注对象。 在这样的剧中,演员要想出色的塑造角色,不仅要靠姿势和台词, 有时还要靠表情和眼神演戏,因此对赵丽颖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考验。 前两部电视剧没有出现赵丽颖,但是到了第三部就出场了,很惊讶。 郭浪长发,淡淡冷漠的表情,眼神仿佛洞察了眼前人的内心,想发出人物的慎重和深沉的呐喊。 冷小冰和夏木在沈玉看来来势汹汹,特别是在听笑话君的时候, 沈玉根据医院的规定敷衍了事,但她显然对夏木更感兴趣。 锐利的眼神仿佛穿过了夏木的心,那也让我想到了夏木。 但是,赵丽颖饰演的沈玉也并没有给观众带来冷淡的疏远感。 当她面对黑客胡刀刀时,谈起父亲留下的各种线索,眼神明显平静了下来。 因为她对胡刀更信任。 心情自由,赵丽颖的表现完全没有让人失望。 董子剑饰演的夏木也一登场,就会让观众感受到她的纠结和巨大的心理负担。 当她站在警察局前面时,所有人的身体都崩溃了,眼睛里没有任何热情, 看不出新来的警察对工作场所充满了热情和兴趣。 最近热播的电视剧《谁是凶手》备受好评,到底谁是犯人呢? 她在向熟悉的警察讲述自己的身份时,明显地笑着,但无奈地感到痛苦, 也有对眼前警察的讽刺,显然受海州事件的影响,她的内心难以释怀。 然后17年的时光过去了,警察没有得到任何线索,夏木心里不认同这些警察。 感谢您观看视频,请订阅该频道以支持我们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